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 而对于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一些贫困儿童来说 读书却还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数据显示 由于过高的贫困率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多数的学龄儿童 不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币市郊的贫民窟的学校 600多名学生持有不到100本课本 上课的时候六七个学生要传看一本书 来看我们的报道 17岁的希拉布苏拉是马萨雷贫民窟 由中国援建的姆塞多北京学校初中部的一名学生 由于家境贫困 希拉没有钱买课本 只能靠帮人洗衣服打零工凑钱买书 为了买一本课本 希拉还卖掉了自己的一双鞋子 马萨雷贫民窟是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这里常年居住着50万贫困人口 在姆塞多北京学校 大多数学生的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书本对于孩子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 11岁的伦萨阿基恩和他的父母兄弟一家五口 住在马萨雷贫民窟一个十平方米的房子里 而在这个贫民窟内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大房子了 一张拉上帘子的双人床就占了整个房间的一半 沙巴前摆着的小插机更是让房间很难再有落脚之地 此外 由于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电力供应不足 晚上经常停电 孩子们就只能点着煤油灯看书学习 尽管条件艰苦 还是有很多孩子觉得读书很有必要 他们从书中学到知识也得到了很多快乐 我喜欢读英语的故事 因为他们让我通过我的写程 有时我认为30到40 我非常感激烈 我妈妈非常感激烈 故事是为人们的重要 因为它帮助他们的语言 甚至帮助他们的语言 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的讨论 孩子们希望通过读书学习 可以进入更好的学校 将来找到好的工作 实现自己的梦想 学校的教师们也会 想尽各种办法 为孩子们争取更多的捐助 2006年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为孩子们修建了新的校舍 肯尼亚的华人华侨 也多次拜访学校 为孩子们送去足球学习用品和食品 帮助孩子们圆一个读书的梦 校长雅各布迪说 这些援助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 也让孩子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更加坚定了他们好好读书 走出贫民窟 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